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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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喔 他們還有問到其中一個居民 有一家四口 他們就穿越這個魚鏡 結果火燒到這個車子 燙到開始融化 他們說前檔玻璃破裂 甚至他們擔心會爆胎 大兒子還不斷的說 我不想死啊媽媽 就是這麼嚴重的一個情況 那杜魯道在做什麼呢 他是被大家質疑了半天之後 才趕快召開緊急的部長會議 就說啊這個消防的部隊 趕快部署黃刀陣 那加拿大的國防部長也說 他們現在要開始進行一些 軍事的空運 可是你看Twitter上面的網友 真的已經對杜魯道非常的反感 在罵翻了他 他們講說看到夏威夷的大火 杜魯道也是一樣啊 那無力撲滅這5000多起的森林火災 上個月只有900 你就這樣放任這森林火災這樣子 燒了這麼大一片喔 但是呢我們自己的設備不能提升 可是我們卻一直向烏克蘭轉帳 數十億美元 然後他還講說 如果你看一下世界地圖喔 加拿大是世界上唯一發生如此 大規模火災的國家 那杜魯道跟他的精神病患的內閣 應該要停止縱火 他們就覺得說你官員有責任 可是你們卻放任這個火一直在燒 甚至還有人貼上就說杜魯道是個騙子 加拿大已經著火了貼上 加拿大你看 這個火燒的面積是這麼的廣大 那這就是加拿大現在目前的狀況 你這樣就覺得說怎麼加拿大也有火 夏威夷也是這一把野火燒得非常的大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野火其實燒毀了島上數千座的建築 大概有八成的面積是複製一具 還有上萬名的居民旅客都要被迫撤離 預估他現在這個重建成本大概是55億美元 相當於台幣是1700多億元 非常可觀的一個數字 那現在死亡的人數已經上升到這個110 我還看到111人的這些數字喔 所以為什麼警報器沒響啊 然後就有官員跳出來 他是緊急事務管理局長 他說因為戶外警報的設立目的 是為了海嘯而不是野火啊 那居民訓練的 一旦警報響起就會往高處撤離喔 所以他說他不後悔沒有發布警報 所以現在看起來好像是刻意不發布警報啊 跟前兩天的一些推測說 是不是警報系統當機啊 或者是有一些燒毀電路網路 所沒有發出這個警報 原來是人為的因素 他說因為不想害你走到火裡面去 結果這樣的話出來之後啊 人家馬上就引發了一波抨擊 就說你少在那邊亂講啊 什麼只是為了海嘯 明明當初這個警報系統 就有海嘯颶風然後水壩潰體 甚至有飛彈啊 還有洪水野火各種不同的警報都有 所以他講完這番話之後 因為被罵翻了 所以他趕快就撤離 就不撤離 趕快就辭職了 可是呢我們看拜登喔 他現在要去冒移島了 人家就問他說 你現在這個什麼時候 會不會回答這個目前死亡111人的問題 他就說 不現在不行 人家覺得說 你前兩天才在那邊講了類似的言論 說什麼不與治平 才被罵翻喔 所以這個拜登到現在還是沒有知道悔改嗎 你看貌移島的居民都在酸喔 就是說你來這邊看災只是想做做樣子 你根本不是打從心裡來關心我們 因此人家講 這個夏威夷恐怕這場野火會變成 拜登的卡瑞娜危機時刻喔 就像是以前大家對於這個布希 講說 搏腳壓 因為你這個對於救災不利喔 重創了他的一個聲譽 但是你看拜登現在可能情緒有受到影響 就在那邊大喊說 我們美國沒有失敗 我們來聽聽 他們說美國是失敗的 他們是失敗的 他們是失敗的 美國是失敗的 美國是贏的 我已經說了一千次 我已經說了一千次 一千次 一千次 美國在美國沒有退休 對 所以現在看起來 拜登的支持度 結果仍然是停滯 大概只有36%的人 是支持拜登 在這個經濟上面的一些處理方式 然後整體施政的話 支持度大概40% 加拿大 美國發生這個夏威夷的這個野火事件 加拿大發生野火事件 比美國還早 對 那現在越來越嚴重 對 加拿大可不是一個小小的貿易島 貿易島燒完就燒光了 80%燒完了 加拿大已經延續好幾個月了 對啊 那這個問題更嚴重 加拿大政府到底在幹嘛 事實上我們上個月就已經看到 美國的好多西 美國這個東北部的城市 都是一片霧霾 就是因為加拿大野火 對 這個已經好久了 我看五月多就開始了 五月多就開始了 所以現在就變成一個很大的 一個普遍性的現象 美國加拿大 什麼一個現象呢 就是說這種民主政治體制 過去認為怎麼樣 它是有效的 它是有效率的 它是以人民的生命財產為最高考量的 然後一切的資源是 為人民造福 為人民除災除難的 現在看起來都不是 這兩個例子 看起來 根本老百姓的死活 好像跟這些被民選出來的人 一點關係沒有 所以這些就是說 應該就是說 像美國這種西方的民主體制 我們翻譯翻錯了 什麼以民為主 民主的意思就是 投票來選舉領導人的意思 一種選舉制度而已 所以這個民主制度 現在普遍性面臨什麼 政府失能 政府失靈 政府不負責任 雖然它應該是要負責任 好像說它是人選出來的 那事實上它現在普遍性它就是失靈 它就是不負責任 它就是什麼 跟人民有一個很大的脫節 那所以一切都回到原點了 那個政府跟老百姓之間的關聯性是沒有的 對 做它的官 然後呢 你知道這一次講的 加拿大還講了一句話很有趣 他說 在我們燒的這個時候 他用杜魯道用電郵送了10億美金 不是送到災區 送到烏克蘭 所以呢 我覺得拜登的話很有趣 拜登是說 America is winning abroad 在國外贏 贏得什麼 俄武戰爭 可是 It's failing at home 對不對 包括加拿大也是一樣的 但是也沒有贏 也沒有贏 所以 It's failing all over the world 做法 因為拜登對於中國大陸的投資限制的規定 人家就是有這個前CIA的副總法務 他提到說 這或許是這個美國情報部的一個福音 因為現在投資者最終需要提供任何的新資訊 其實都有助於美國的情報界來調整他這個傳統的間諜目標 不再是過去那樣說 你好啊 很高興認識你啊 你能跟我們分享這些訊息嗎 新的做法就是說 如果你不和我們分享的話 就會受到民事處罰 就用一種 你不聽話 我就處罰你 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其實包含連太空的衛星現在也是這樣子 他們要跟蹤目標打擊部隊 因為他們太空軍已經建立了第一支分隊 那就說他們最重要的任務 將是要分析潛在的目標 然後探測目標以及摧毀目標 說如果有必要的話 他們的文件裡面這樣講 有必要的話就會實施這個攻擊的行動 然後攻擊地面或者是網路空間的一些相關的目標 另外看看這個拜登持續制裁中國大陸 那這個美國的商務部講說 將對中德加進口的這個鍍錫鋼 增反傾銷稅 那對華的稅率達到了122.5% 所以這些動作包含了像是這個晶片啊 量子運算AI這些東西 他們就說這只是一個起手勢 可是妙的是什麼 妙的是下一周傳出這個雷蒙多要訪問中國大陸 大陸商務部的發言人說正在密切的安排當中 所以是不是又開始啊 為了要增加一些談判籌碼 然後另一方面又趕快實施制裁 或者是反傾銷稅 那拜登的去中化也被經濟學人唱衰了 就會讓盟友更加的依賴北京 那拜登可能現在也要面臨到一個全球性的一個對美國的不信任 去美化看起來不斷在加強 我有看到一些這個數據啊 講說中國大陸最近好像有五千八百多噸 還是六千噸左右的黃金喔 陸陸續續運抵了中國大陸 而且還傳出來接下來還要再購買六百多噸的黃金喔 那沙國也同樣在減持美債 除了中國大陸在減持之外 他們已經連續三個月在減持囉 現在目前已經降到六年多來的最低水平 其實不光是其他國家對於美國的質疑喔 你看看 美國的一些在金融界非常呼風喚雨 含水會節動的角色 比方說大賣空的本尊 這個電影大賣空相信很多人看過 這個貝瑞喔 他現在正在做空美股 他就是大賣美股啊 他大概有16億美元正在放空美股當中喔 那巴菲特呢 最近也是大概賣了80億的美股喔 現在他目前手上持有的是現金跟美債為主 那這個爆料的消息的人 是這個副爸爸的作者 所以看起來他可能也是在這個放空的行列當中 那再來這個習近平下週在22號的時候 要出席金磚峰會 人家一解讀啊 現在這個金磚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是更大的喔 在南非這邊他除了峰會之外 還要進行國事訪問喔 以及來推動一系列的 這雙邊合作的簽署備忘錄 感覺雙邊金磚峰會是要準備要聯手來對抗西方了嗎 因為其實金磚國家的影響喔 現在越來越大 越來越多國家 22個國家也要加入金磚 所以這個整體的經濟體喔 可能是他們認為美國 或者是其他西方國家的一些秩序 他們開始越來越加的懷疑 所以他們也喊出說要推出自己的金磚貨幣喔 現在美國對中國大陸這個所謂的貿易制裁啊 還有這個投資的限制 還有科技啊輸出的限制啊 基本上就要把整個國際貿易的體系啊 事實上他把它一切為二 他的產業鏈他希望把它怎麼講 把中國切出去 然後呢讓中國自力更生 這是美國的大目標 那這就會讓這個全世界受損啊 那可是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還有現在金磚幾個國家啊 現在想把好 國際的貨幣市場啊 現在的美元獨霸的貨幣市場 也把它變成兩個 那受傷的只有美國 其他國家通通獲利 所以你覺得哪一個會成功呢 所以你把中國大陸 就是說啊 排除到這個現在既有的全球化的貿易體系上 美國做不到 因為美國一個國家都做不到之外 他還要其他國家一起來 跟他配合 所以到目前再怎麼做 只能做到什麼 只能做到晶片啊 要不然一些這種AI的科技 還有這種量子預算相關的科技 只有這些部門 其他的部分人家也不願意配合啊 那像世界貿易現在最大的項目是什麼 全世界最大的項目是汽車 大概有算過大概一兆三千億美元 一年光汽車的貿易好 這都是 那這種貿易呢 基本上都用什麼來進行啊 幾乎大部分 七成以上都是用什麼 都是用美元來支付的 也就是說光汽車貿易一年一兆美金的話 美國人每一次交易 每一次換美元啊 貿易的時候你都要經過Swift來支付啊 譬如說啦 他給你賺個啊 每一筆啊 一百塊給你賺個兩塊錢的話 那你美國人就是躺著在那邊賺錢 美國人睡覺的時候 你只要經過你今天買一輛汽車 從中國買一輛汽車 你譬如說現在是新加坡中國買一輛汽車 這個在換匯的過程中 美國人躺著就賺錢 所以這個大家都不願意出現 有去跟回來 去跟回來 我朋友說大概是5% 5% 美國人是躺著賺錢 所以大家都把這個所謂的支付系統 什麼太高了 怎麼樣 把跟美元脫鉤的話 大家都賺錢 所以這個 現在金磚在推的去美人化 去美元的支付工具 以美元為貿易交付工具 這個成功的機率很大 所以呢 現在美國的危險 我認為是大於中國的危險 嗯 所以這個國際貿易有的時候 很多時候 美國人認為 他是還是過去的那個 世界霸主 大家對美元 那基本上 這個都是持歡迎的態度 現在你看 沙維加拉伯他就不願意了 而且去年 沙維加拉伯的 這個 外長首次 在國際上表態 以後沙國的石油交易 不更加的加速了 所以真的是 可能 本身有這樣的一個起火的狀況 再加上後天氣候的影響 使得這場的這個災情 是這麼的嚴重 那另外我們看看 還有一些人是不是 活的 就是有一點好像在平行時空 他根本沒有在看新聞還是怎麼的 還有很多遊客跑去夏威夷度假 那你看看那些夏威夷的一些受災的民眾 就講說 拜託 這個真的不要再來了 希望觀光客不要去 而且這邊遊客還繼續在那邊 還持續有人湧入觀光 讓島民心寒又憤怒 還有這些名人 就也跑去那邊還在度假 那我們看看水行俠 他講說我們需要靜一靜 我們的社區需要時間來療傷 哀悼跟恢復 而不是看到你們那些人還在海灘邊這種曬太陽 也難怪啦 你看到這個拜登也是在度假會引起那麼大的一個憤怒感 那我們看到很多的美國的媒體 我們直接去找他們今天最新的報導 你看這個NBC有講到 這個拜登四天沒有討論貿易島的火災 共和黨講說 證明他沒有解決災難問題的一個能力 那一直以來拜登好像被講成說 是一個很偉大的安慰者 發生了現在目前 美國史上最致命的野火 他卻保持沉默 那甚至還有一些媒體講說 這拜登現在面對到一些什麼 重大災難的時候 他都是這個樣子啊 忽視 否認 然後就說其實他已經做得很多了 還有一些貿易島的民眾講說 不希望拜登來這邊 因為 不是第一時間你趕快表達關心 然後後來再來 而是讓他們先看到了你在那邊悠悠哉哉的度假著 他們看到你現在就有火啊 這火又燒起來了 所以希望他不要再來這邊 所以這把火顯然已經燒到了拜登身上 因為2024也是這個美國總統的大選年 這次的火災理所當然的成為民主黨對手們 現在猛攻的良機 特別過去夏威夷是民主黨的鐵票倉 那是不是也會動搖到夏威夷對於民主黨的支持 再來我們看一下 拜登也是跟民進黨一樣 一千零一招抗中牌 面對到這個被檢討的時候 怎麼可以有疑敗論呢 這套用好好用 怎麼可以質疑我拜登呢 怎麼可以質疑我呢 所以就開始在那邊講說 這個要對於中國大陸要開始制裁 包括了博明等21位國安前高官 現在聯名說 拜登趕快這個限制投資令吧 應該要限制他們對華投資 那你看中國大陸也有反擊 6月份減持了美債 113億美元 其實這幾個月以來 這個中美關係都十分的緊張 那所以他現在持有的數量是14年的新低 連續三個月的減持美債 那反倒是日本少買了一些 但是呢我們看看 美國現在不斷在釋放一個消息 包含我們台灣很多的媒體 在最近也一直在講說 中國大陸的經濟 什麼疫後的經濟復甦 是崩潰的呀 沒有復甦的如預期 可是其實中國大陸就算沒有如預期 就是說GDP沒有到5 那其他國家有的都已經到0 或者是負的了 就是說就算中國大陸沒有像原本預期那麼高 可是還是比起其他歐洲國家或是美國 來得高很多 但是他們不會跟你講那麼齊 他們就告訴你說 啊中國大陸經濟放緩 一直開始在釋放這樣的一個消息 那甚至呢 美國還對陸投資限制 現在美氣就很憂慮 就想說你到底是在制裁中國 還是在制裁我們自己 那我們看到這個巴士德報 我先清理一下班子 巴士德報他講說現在東升西降2.5年 看起來中國大陸現在目前面對到物價下降 還有這個就業 房產債務的一些問題 再加上美國加碼科技戰 的確有一些這個資金流入中國 產生了壓力 所以對於中國的這個經濟造成了一些影響 他說不過反過來看你美國也不健康 你現在美國已經出現了一個高血壓的狀況 所以如果你要講說東升西降 你不認同的話 你要說是西升的話 西邊的升起的話 那就是你升的恐怕是血壓 所以是被這樣子給反諷 那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介老師 這次夏威夷的這個火災 看了很多片子 覺得真的 感覺的就是人間煉獄 就簡直是 你也不曉得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 對 這麼先進的一個技術的國家 有這麼多先進技術國家 這麼富裕一個國家 為什麼面臨這一場這個野火 感覺是束手無策 而且這個老百姓在那個被 我看到很多景象 基本上是到處逃竄 然後那個車子成堆的被塞在那個路上面 都塞成這個廢鐵這樣子 而且是一整條街都是 可見在那個發生的時候 人們有多恐慌 那這個就是說 好像發生在一個現代的這個城鎮裡面 現代化城鎮裡面 你會覺得不太可思議 因為美國在加州很多野火 那個都是住在山裡面 那個獨棟的房子 它這個是一個村莊 這一個村莊會整個被一個火 這個整個吞沒 這是有很大的問題的 那現在整個看起來 事前的話就是說 不重視任何警訊 有人看到電線周火 有人看到已經 它已經乾燥了很久 很多有零星的火災 沒有得到重視 然後它有警告系統 400個警告系統 全部沒有一根 到時候發生警告 所以設備維修是非常非常怎麼樣 荒蕪的狀態 到底有沒有人在管這些事情 然後整個政府呢 是非常主其事者 非常的怎麼樣 心態非常的鬆弛 那就跟這個好貓一島的媒體人 他講的說 所有有權的官員都不稱職 你如果說有一兩個有權的官員 可能還不這麼慘 他是所有有權的官員 通通不正職 這有權的官員說穿了 那是要從拜登開始算起 拜登管聯邦政府 聯邦政府有管轄權 而且他也有資源 請問一下貿易島 不是是不是美國的領土 都沒有嘛 對不對 拜登推給州政府 州政府推給別人 對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事發的當時 你就看到 那個整個老百姓的無助 那個簡直就是說在人間煉獄 然後呢 是天涯移民 天涯的最黑 這個好地獄 那這個發生在別的國家 你還就說 真的很慘 你不幸出生在這個國家 住在這 美國耶 世界第一強國 天天在全世界說 這個你不對 那個不對 跑到香港說 我來救你啊 我來你們沒有人權啊 你們要民主啊 跑到台灣來說 我來幫你 我來幫你 增加你的防衛能力啊 他自己的國家搞成這樣 是不是代表美國 現在治國不太行 出一張嘴很行 出一張嘴很行啊 他的整個方向也不對啊 那事後發生以後呢 冷漠 推折 然後怎麼樣 無作為 到今天還是如此 所以呢 這一次的火災 讓我們 國內台灣 有一些人覺得 我們都要靠美國啊 美國爸爸會來救我們啊 美國會怎麼樣 如何如何 你去看看貿易島的美國人吧 對 他們是真正的美國人 他那個政府能幫他什麼 對 能替他做什麼 零 中國大陸的外交啊 中國南亞博覽會已經開幕了 那現在這個王毅喔 他們就講說 要針對深化雙方的四個方面的合作 來提出一些建議喔 因為中國大陸跟南亞的國家 他說已經變成了世界上成長最快最富活力的一些地區喔 所以各領域的合作都已經取得了豐盛的成果 這是他在開幕式的時候所發表的內容 那這一次的博覽會喔 從8月16到8月20日在昆明舉行 中國大陸的商務部跟雲南省的政府來共同舉辦 吸引了85個國家都來參加喔 包含了王毅這一次也見到了 像是斯里蘭卡的總理啊 辽國國家的副主席 還有尼泊爾的副總統 越南的副總理喔 特別越南 大家就有關注點在這喔 因為這個拜登接下來要去到越南 所以王毅跟這個越南的副總理的見面喔 那你看到副總理強調 這個反對這個境外勢力干涉南海喔 那特別這個副總理還提到說 中國大陸對於越南的重要性無可比擬啊 而且中國大陸又在這個南海 目前這邊有一些被人家發現到說 出現了一個跑道 就是說這個是在哪裡呢 這是越南的中建島啊 看到了這個機場跑道 那馬上西方的媒體就在講說 喔這個中國大陸在大興土木啊 這是不是解放軍要加強在這邊軍事的武裝能力喔 所以拓展這些什麼三亞航空母艦啊 還有潛艦的基地啊 這樣的一個潛在的目的性喔 是不是要來前置這邊美軍的一些相關動作呢 那再來看看這個中俄防長的對話 當然大家也看到了說 欸中國大陸跟俄羅斯是戰略好夥伴 那邵義國也講說 我們就是好夥伴好鄰居忠誠的夥伴啊 所以其實是中俄軍事上面的聯盟的態勢 越來越加明顯喔 那李尚福也抵達了白俄羅斯 所以連白俄羅斯其實跟這個中國大陸 也開始有一些軍事上的往來 那他提到他說我們的關係喔 獲得了一個新的地位就是全天候全面戰略的夥伴關係喔 那所以他見到了這個白俄羅斯的防長喔 也有表示出現在雙方穩步發展的一個定調 那唯獨就是沒有跟奧斯汀見面喔 因為他見了這個俄羅斯跟白俄之後呢 其實中國大陸的軍事代表團也出席了 美國在斐济所舉辦的防務會議喔 那看到路透社提到 他說關於中美代表團是否會舉行雙邊會晤喔 美國印度洋太平洋司令 他們這邊都講說 包含美國這邊喔 跟中國大陸的國防部喔 也都沒有發表相關的意見 但是斐济的總理喔 他提到 他說太平洋應該是一塊和平地帶喔 呼籲各方要對話 不希望捲到這個中美之間的一些爭鋒相對 另外這個美軍的副司令啊 現在一直在講說 打不通中方的電話啊 是中國軍隊太傲慢了 那這是來自於澳媒的報導喔 他說一直在講這件事情喔 然後甩鍋 是不是在指責中方拒絕溝通 會導致誤判使得戰爭的風險升高 可是問題就是不對話也是來自於美國 還沒有撤出李尚福的制裁嗎 這個中方已經有提出相關的條件 美國也沒有回應喔 所以只是單方面的去指責對方 那美國現在是不是要自足小圈圈 看到雙方 我們提到李尚福訪惡 跟這個剛好8月18號就是明天喔 這個美日韓三方要來見面 所以是不是在這個 各有一些拉攏盟友的一些動作 美國的媒體在講說 雙方都在積極的增加談判籌碼 你有一個戰隊 我這邊有一個戰隊 所以雙方開始拉幫結盟 所以也代表著現在這個緊張的態勢 始終沒有趨緩啊 那另外看看 北韓跟中國 他們這個美日韓的峰會喔 是要針對這兩個國家 那不具名的官員講說 雖然不太可能達成喔 三國承諾共同防禦 但是呢 三國的領導員 將會針對這個區域的責任達成共識 也希望接下來三方有一些緊急熱線的可能性 在危機的時候可以進行溝通 布林肯提到了這個美日韓的峰會 就講說也沒有針對中國大陸耶 沒有提到中國大陸啊 好像想要淡化這樣的一個色 就是中國大陸對於這個每一個區域 因為中國大陸應該有18個邦交國吧 邊界線非常非常的長 那所以中國大陸 這個很長一段時間 最近十年來很強調一個就是 匯林的外交政策 對於林邦啊 他是用匯 大家有這個 有相互施惠 那所以他非常強調彼此這種 尤其經貿 然後再加上文化 商務的各種往來 所以像這個南陵 廣西南陵 他基本上就是中國大陸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對整個東協國家 進行各種合作的 在中國最重要的一個基地 那昆明呢 這次他也扮演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地理位置 昆明呢 扮演怎麼樣 扮演跟整個南亞的 一個交往的 一個重要的 一個怎麼樣 一個孔道 那其實我前一陣子去四川我才發現 其實蜀文化去發掘的時候 中國大陸那個蜀文化 就是四川 他們發掘其實古代時候的蜀布 蜀啊 就是四川的布 已經在這個 斯里蘭卡 在印度很多地市場上都有發現 所以其實中國 透過這些 各種的交往廣道 跟這個整個南亞的 互相的互動 是非常高的歷史淵源的 那現在中國大陸是有計畫的做 那基本上就是把周邊國家 這個關係 變成互惠 有實際的這種 利益 把它 把它纏在一起 然後呢 所以呢就是說 這個部分已經做得很久很勤了 那這一次你看 一個只是一個博覽會 就召了85個國家 來參加 可見大家對參加這樣子會議 一定是可以獲得 他們想要獲得的東西 那另外一方面 那 王毅親自在會場 然後呢也邀請了很多各國的貴賓 在這個場合裡面 那麼談很多這樣相互合作的事情 可見中國大陸在外交上 是極為積極 那麼有這種 所謂的雙邊的關係 區域的關係 還有全球的關係 那是層次都非常的分明 而且最重要 採取司機的行動 這種博覽會 你看它這個場面都非常的大 那是投入相當大的心血 那都是要達到 除了是這種經貿的目的 那還有什麼 外交的目的 更重要 一個戰略的目的 在美國對中國大陸進行全面圍堵的時候 中國大陸把整個周邊 就刻意的經營 那整個來講 我看到這個三亞的 沒有就是南海的這個西沙群島的這個中間島的 這個是中國大陸很重要的戰略位置 你看它的戰略位置就知道 所以呢中國大陸在南海這種部署 是完全從戰略跟安全角度上來 那麼而且是很有步驟的 這樣子的方式 很多人開始在批評說 拜登怎麼這麼的冷血 那白宮也是趕快出來 好像想要滅火一般 那我們看到 這個拜登被問到 夏威夷死亡人數不斷上升的時候 他這樣講不語之疲 所以讓大家覺得說真的是 好像沒有什麼同理心 那再來 現在到底元兇是什麼 是不是人禍 竟然有越來越多的這個跡象指向說 是電力公司的設備故障導致 有95%的居民 是因為這樣的一個電力公司在提供服務的 可是最近貿易島近年以來野火拼穿 所以居民不斷在敦促說 這些電力公司跟政府應該要採取一些措施 防止這些電力設備導致惡化 所以看起來 夏威夷的電力公司在4月份的報告當中 都沒有把這個預防野火列為最優先的項目 甚至在野火發生之後都沒有採取緊急斷電的一些措施 我還看到有相關這個外媒的報導講說 這個電力公司還有裁員 所以他們的一些人手可能也不足 然後設備也已經有些老舊 是不是就是因為這樣子層層的這種環節 通通都鬆散了 而導致這一次這麼致命的大火 有時就在講發生強風的時候 帶電的電線跟乾燥的樹枝 接觸到或者是掉落乾燥的灌木叢的時候 可能會引發一些火災 因為早在2018年加州野火的時候 就已經奪走了85命 那時候美國太平洋瓦斯電力公司 就開始頻繁的主動斷電 所以現在目前夏威夷電力的回應是說 直到調查有結果之前都不會評論 目前火災的原因還沒有辦法確定 他說畢竟遭到野火肆虐的大部分地區 仍然無法進入 所以現在還沒有得到一個確切的答案 但是有這樣的消息傳出來之後 看到這個電力公司的股價就狂洩40% 而且它的變電所其實是出現在 這個一開始最起初的起火點附近 所以現在開始很多跡象都已經導向說 是電力公司可能人禍的釀災 那我們看看這個夏威夷的州長也說 這次受災的範圍前所未見 那官方的調查恐怕要花上數週 甚至數個月才會有一個正式的結果 那到底警報器是怎麼回事呢 只是個裝飾品嗎 在野火發生的時候 有80個警報器都沒有響 所以他們現在目前夏威夷州的檢察長 已經展開了相關的調查 照理說有全世界最大400多個警報器的一個綜合 這個戶外室外警報系統 為什麼通通沒有啟動呢 難道就是因為一句斷電 然後就好像沒有備用電力嗎 這其實說不過去 CAN就講到說 現在看起來這個自然災害的風險評估是不足的 因為他們在去年的時候 他們當時全面緊急管理計畫裡面 還有這樣的評估 就是說火災對於居民的安全威脅平等是低的 就是說發生的可能性是很小 那顯然是非常的沒有預警跟這些疏漏 所以我們看到華油就講 官方救災很慢 而且正在工作 幾乎都是居民自發性的組織 那到底拜登在幹什麼呢 面對這樣重大的災情 政府到底是不是睡著了 美國政府要指望他嗎 你看看喔 現在還有人開始 撈出以前的一些事情 就是說這個警報系統出問題 早就不是第一次 在2018年的時候 夏威夷還誤發了飛彈警報 當時還有台灣人也去到那邊玩 就想說哇 覺得好像命懸一線 是不是快要沒命的 結果後來發現是烏龍一場 因為是因為誤觸 所以發了這樣的一個飛彈警報 導致民眾急忙找尋避難所 然後2019年的時候也發生過錯誤的海嘯警報 可是明明這個夏威夷對於美國來說很重要 第三島鏈是以夏威夷為中心的 而且美國的太平洋艦隊的總部也是設在這個地方 怎麼感覺好像美國對於夏威夷是這種反應方式啊 感覺挺冷血的 如果放在現在這個治理的理論來看的話 這個就是政府失靈 這個美國政府已經失靈了 起碼在這個貿易島這個上面 他是失靈的 因為這個最近這一段時間已經這種 所謂的野火已經不斷的爆發了 然後呢各種的這種警訊不是突然來的 氣候乾燥然後野火 然後呢這個不斷發生 這個過程中整個的政府應該要負起一個怎麼講 應該要提高警覺性 然後呢採取一些預防應變措施的都沒有 所以最後一次大火 然後現在大家找原因 原來是電力公司有可能 那為什麼不早 早一點把電力公司的問題 就發掘出來就先處理掉呢 都有問題 現在發掘就是說 不燒不知道 燒出來後就一大堆問題 其實美國這個國家 我們整體看它是一個已開發國家的最富裕的國家 其實美國這個國家本來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中和體 國土遼闊 它有第一世界全世界最豪華最富裕最先進的一些區 它有第二世界中等國家的這種水準 還有第三世界 那這第三世界在美國呢 就散佈在它這些大城市的周邊 你進去以後 裡面警察說你趕快離開 這裡面常常發生槍戰 然後呢 老百姓無所事事的 把門窗都敲的破破的 一般人不敢進去 因為美國是一個很奇怪 所以他們對很多事情的警覺性不是這麼高 那現在又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說美式民主 現在看起來是什麼 責任嗎 其實美國人真正享有民主 一年四年就那麼一天 那一天他可以投一票票 投完票以後 美國的老百姓過他的日子 選出來的人做他的官 就是這樣 這個是無法 這個就已經證明了 那現在這些事情 你看一出來以後 Washington Post 他就開始指責誰 指責夏威夷的州政府 你沒有善用國民兵 你沒有善用聯邦的這個 緊急救災機制 你都沒有 你都沒有採取這個任何行動 幹嘛 現在撇責任 沒有一個部分是把他怎樣 把他惹到 把他讓聯邦政府要負責的 拜登為什麼這樣表現 拜登事實上就在暗示說 這個是不關我的事 這是夏威夷政府的事情 所以呢 這種政治 他不是完全像他們吹牛 描繪的那麼美好 民主 一切都為人民 其實美國人民只有投票那天享受了民族 以後呢 他們就被放牛吃草 感覺上面都在甩鍋 那我們看這個李尚福去莫斯科 現在人家在解析 傳達出來什麼樣的訊號 這是法新社 當然是西方的觀點 他們說實證評論人員質疑 出發坐上飛機才對外公布 這是什麼意思呢 那莫斯科這場會議之前也沒有對外公開啊 還有要見少依谷 還有見誰呢 現在語焉不小 另外 前往明斯克去見盧卡申哥 那綜合以上 習近平到底要派李尚福去做什麼 是難道要聯俄抗美嗎 所以這是法新社的一個觀點 那總之這的確是一個 大家突然看到的一個消息 那我們看北京會不會對於俄羅斯跟西方 採取民暗兩首呢 那一方面扮演著和平調停角色 任命這個李輝作為特使 來作為俄巫之間穿梭 另外一方面又讓李尚福訪俄 聯俄抗美 他說值得打上一個問號 所以西方很擔心啊 就看到李尚福去到了俄羅斯 有非常多的一些揣測 那另外我們看 葉倫 葉倫釋景說中國的經濟成長現在要放緩了 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美國啊 但是呢 我們美國總體經濟仍然很樂觀 結果人家就會繞來繞去 就是你們一直在講說 欸中國的經濟怎麼樣怎麼樣唱衰 那如果說美國就是一個超級大國 那這裡說應該不受中方影響啊 那為什麼又說會影響會波及到美國 那我們美國又很樂觀 所以人家在想說 三星不懂這個葉倫到底在說什麼 那總之他就是要告訴你說 啊我們現在大家不容 就是要保持警惕啦 但是也不用這麼緊張 我們這個美國還是很強很棒的 那可是大陸經濟放緩了 欸還會對於這個亞洲 產生很大的一些效應喔 就是對於鄰國啊 什麼都有一些負面的影響 那所以我們美國也會存在一些 溢出的效應影響到我們 那再來看看這個美國的投資者 現在呈現一種混亂跟恐懼喔 他們這些美氣的高層就講說 美國現在當前的商業環境喔 被他們看來是一個混亂跟恐懼的整合 結合這樣的一些行政命令喔 好像暴擊了這些企業的鼻子一般啊 所以他們覺得說 不知道美國到底在做些什麼 美國的學者也看不懂啊 他說現在這個中美的競爭還是會繼續喔 但是不應該要忘記合作的重要性啊 大陸對於美國也不構成生存的威脅喔 所以想要脫鉤根本就是不現實的 那倒是中方現在也推出一個去風險 欸不光是你美國的專利喔 現在中國大陸也有去風險的 這樣的一個說法 他說既然中美是競爭對手喔 就不能再讓美國做吃大陸發展的紅利喔 所以美國你竟然推出了加強這種所謂的正常 這個貿易的這種常規的方式喔 你還想要來吃這個中國發展的紅利 恐怕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大陸也不會按著美國的套路出牌喔 也不會按著美國的思路來建立什麼樣新關係的平衡 就是你接下來要怎麼樣對待我 我就怎麼對待你啊 去風險那大家就乾脆去風險好了 就中國大陸自己做強自己喔 所以中國大陸的企業現在開始不斷的在投放這些投資啊 或者是一些技術研發的費用 光是2022年喔 大陸的上市公司他們整體的研發的費用呢 就已經這個五年之間成長了2.6倍喔 2022年是到達了1.6兆元 那另外我們看看新國的這個副總理就講 他說現在在中美關係緊張之下 全球的經濟喔 可能不可預知情況 所以要做好準備啊 這是地緣政治現在目前緊張的狀況 其他的國家看到中美兩頭大象在打架的時候 都要做好相關的因應措施 IMF的總裁喔 這個喬治愛娃他曾經在今年講說 今年中國大陸的經濟喔 對全球經濟的成長的貢獻是三分之一 也就是33%全球經濟成長是靠中國的經濟成長帶動 那中國經濟成長今年IMF給的是百分之五點一喔 那如果中國經濟如果說照現在美國很多大家 已經有一點衰退的跡象喔 那影響的不只是中國經濟 那影響是世界經濟 所以美國現在 美國是差不多23兆嘛 那中國是17兆 那連美國最大的經濟他都已經預期 就是說會影響到美國 波及美國 那只是說 由葉倫來說他只是講了後面的 他對美國總體經濟還是樂觀 樂觀到什麼程度 可是他已經講一定受影響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是這個一個 全球化的經濟時代的裡面 重要的一個經濟體 17% 然後他的成長率又高 帶動全球三分之一的成長 三分之一靠中國的經濟 那這個是整體來論的 我們今天台灣有一些媒體 我在看喔 有一點幸災樂禍 有的還挺高興的 不要搞清楚喔 我們現在的外銷 我們的GDP大 我們的外銷大於我們的GBT GDP喔 然後我們的外銷 幾乎43% 是進入到單一的中國市場 對啊 中國的經濟 打一個噴嚏 台灣會怎麼樣 台灣會感冒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 現在喔 不夠理性 不夠冷靜 都從政治的角度去看 尤其那些綠媒 在那邊幸災樂禍 她不曉得中國大陸經濟出問題 台灣首當其衝 而且影響很大 我建議蔡英文這些人 要趕快 研擬好因應之策 是沒有辦法就是 生還喔 所以的確看得讓大家非常的不忍 那為了躲避大火跟煙城 大概有100人是跳到太平洋裡面來逃生 那州長還講說 這恐怕還會再大幅上升這個死傷數目 因為還有將近1000人 現在下落不明 聯邦參議院的這個參議員喔 他們就講說 不會為了這場悲劇找藉口 那現階段應該要聚焦在救援的需求喔 那到底為什麼這樣的一個野火 還會引發這麼 就其實2018年才發生過一次 80幾死的這樣的一個案子 為什麼會這事隔幾年之後 又再次發生這麼嚴重的一個死傷呢 人家講說可能是因為人禍 現在感覺上面導向了一個警報器 為什麼沒有響呢 因為其實喔 這個夏威夷是 號稱擁有世界上最大的 戶外警報系統的一個地方喔 那400多個戶外警報系統 遍佈了夏威夷 其中80個位於這個貿易線 那為什麼這套系統 在火災發生的時候 全程沉沒 照理說應該要發出巨大的這個 警報聲響啊 不會讓民眾等於說 看到的時候完全措手不及喔 就沒有辦法反應過來 那現在導向 專家講 初步判斷可能跟這個 強風吹倒電線有關 也就是說 因為這個電路啊 或者是網路電線這些系統喔 已經受損了 那他說大部分的一些居民 他們接收的可能是要透過廣播 或者是透過手機 結果這兩個方向通通都失靈 因此所有的居民都沒有來得及 能夠在及早因應這一場大火 產生的一些後續的問題喔 那所以你看看 呃現在開始導向這個當地官員講說 這個災難是一個多個可怕因素 碰在一起造成的 例如說像是林愛的颶風帶來強震風喔 導致火勢激速的擴散 加上這個網路啊 通訊的故障還有停電 所以應該要因應管理的這些機構 幾乎沒有辦法即時做一些協調 那我們居民的講法是說 在手機上有收到強風預警喔 火災預警 但是並沒有那一種讓手機震動 發出巨大聲響的那種撤離警報喔 那所以看起來 夏威夷的警報系統 是不是問題挺多的啊 之前還有曾經發生過這種烏龍警報事件 所以要嘛烏龍要嘛不想 那夏威夷這樣的一個系統 這白白裝設的這樣四百多個都沒有發生作用 那我們看另外一個居民講說 他看到空中升起了大股的黑煙喔 所以趕快收拾行李喔 帶著狗要撤離 結果他坐上車的時候 才在手機上面看到了這樣的一個緊急的警報 也就是說慢了好幾拍 他都已經收好行李走了 才看到這樣的一個警報系統 那現在還甚至有人在講說這會不會是陰謀論喔 因為有人在講說會是美國政府在測試這個定向能武器嗎 陰謀論現在美國的網友們都在Twitter上面在討論 他們講說這火災看起來不像正常的火災啊 會不會是一種利用高能量密度對物體進行傷害的武器 我們直接來看看一些相關的畫面喔 畫面上我們看到這是一個空拍畫面 這是美國網友拍下的一些證據啊 他們就說很奇怪啊 為什麼會出現神秘的激光喔 而且畫面上我們看到有一個圓圈圈 他就說怎麼會有這樣一個完美的火圈出現在火場裡頭 那是不是代表說這是有可能是呃 刻意發生的呢 或是定向武器發生的呢 另外還有網友講說 欸在空中發現了這樣的一個激光出現喔 就可疑的現象大家在Twitter上面討論 不過有人立刻講說沒有啦 這不是現在的畫面喔 這是2018年 而且是在密西根州的畫面 但是也讓大家想起喔 2010年的時候 然後當時普京也是親自自己開飛機救火喔 因為當時這個俄羅斯發生的也是非常大的一個火警嘛 所以這個氣象專家那時候就有在講說 呃俄羅斯的媒體懷疑是美國的氣象武器在搞鬼喔 因為美國在那個時空不久前才發射了X37B的飛機 跟這次的高溫災害啊恐怕是有關的 那也是一個可以攜帶的高能激光武器喔 可以近地軌道的一個飛行器 美國的官方講說這個飛這個機型喔 將會在太空中飛行270天 所以俄羅斯的氣象專家認為 不排除是美國這個為了這個俄羅斯所作為的 所以看起來是有陰謀論在其中啦 那可能是這樣的一個武器的測試嗎 所以這現在開始陰謀論頻傳 那看起來這個狀況也使得這個拜登也在政治上面連任尋求可能也要著火了 他在三天前宣布重大災害之後 目前三天內都還沒有最新的發言 人家講說可能忙著在處理這個相關這個航特的事情喔 所以對於這樣子應該關注的事情 是不是少了一點關注 這個好我們因為我們是台灣是海島 我們台灣很潮濕喔 對我們印象就是海島應該潮濕 因為這個海風喔 然後喔 可是夏威夷很奇怪 夏威夷就非常乾燥 我去夏威夷我去過蠻多次的 夏威夷喔 他這個Hallulu 他那個Waikiki Beach 你在那邊喔 你會覺得在怎麼海島海風吹都乾乾的 我也是開車繞這個應該是這個歐阿虎 它就是Hallulu那個島 我到它西南角居然發現有沙漠的現象 我是很很訝異 我就覺得怎麼會夏威夷 海島 因為我們在台灣長大 我們台灣到處都很潮濕啊 所以夏威夷就很奇怪 我那開到那個西南角 因為它繞一圈也不過幾個小時 就到了西南角 我就發覺那個地方就很乾燥 而且有一些地方甚至是不毛之地 感覺有沙漠化的感覺 就那個角 那它這邊我看 我看他們最近在七號 它就有地方 它就是在背山面風吹不到的 那這一次這個島 這個我沒有去過 不過我看了很多報道講 基本上就是乾燥造成 而且已經三年的乾燥 你知道在乾燥地方 那個時候我以前住過一些乾燥地方 你的皮膚都很脆 你會常常你身上你的皮膚 會突然有個傷口 很可能是什麼樣子 很可能一張紙在那邊刮一下 你就一個傷口 因為你的整個人都很乾 對 然後以前我們不曉得 這個會去碰到 你現在在美國有時候到 到看火 第一次去碰到 它有那個靜電 就是乾燥性 你想想看 如果這個島 它已經三年乾燥 它是很脆弱的 它一個火花就劈啪 就燒起來了 那這一次它就長期乾燥了 那我贊成那個 閨文講 它死亡人數很難 很難評估 為什麼你知道 夏威夷是美國 Homeless最多的 最多的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第一個 氣候溫和 Homeless的人很怕在哪裡 你知道 很怕在冷的地方 所以你知道冷的 它就跑到那個冬天 它很難過 夏威夷一年四季如春 然後呢 它這個地方 又是蠻富裕的一個地方 所以Homeless很多 我正在 我這很怕 是什麼情況你知道 就是說它根本沒有辦法統計 你這樣無家可歸的人 它被燒死就燒死啊 對不對 是蠻蠻殘酷的 不過這回過來 反應就變成一個問題 就是怎麼樣 美國的政府現在出問題 他們在面臨氣候變化的時候 它真的 它現在它的救護 它的救火車就不夠 現在一大堆問題出來 那他們根本就沒有那個 防災救災的觀念 沒有防災的觀念 災難出來以後 救災設施又不夠 全世界最有錢的國家 現在國家的治理造成這個現象 所以人家惠譽才會把它 美國平等為治理退化 北戴河是不是已經展開了呀 他們說現在目前 可能習近平的執政團隊 現在雖然會拼命救經濟 但是仍然是以國安為中心 國安為優先 因為最主要也是要應對 現在美國現在這個 在目前印太這邊的一些相關戰略 所以王毅去到了東南亞 跟洪生進行會晤 那也說這個中方跟柬埔寨 願意跟這個柬埔寨新政府 來共創新時代的命運共同體 他這次的訪問東南亞 中國大陸的學者就解讀說這個 北京希望東協發揮更大的自主性 而不是都是好像美國說什麼 然後他們就跟著做什麼 就像是這個菲律賓啊 或者是越南 可能現在目前都有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他們說王毅此行 表明中國希望在周邊的外交上面 進一步的發揮作用 也重視東協國家的一些價值和作用 那另外我們提到了這個王毅講 現在跟這個東協國家 這個當然要跟他們更緊密的合作 仁愛礁這件事情其實就觸動到了 中國大陸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美國在南聯盟這邊 轟炸中國的大使館 其實轟炸的隔天 菲律賓這邊的這個坦克登陸艦 57號艦就使向了仁愛礁 那聲稱說是船底漏水 不得已才在仁愛礁的西北側這邊做攤 結果這一做就做了20多年 都沒有離開了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你根本就是在趁機 我們這個正在忙南聯盟的事情的時候 你們當時就是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去這邊做攤 所以對於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這就是一個過去曾經留下這樣的一個歷史背景 你怎麼會跟著美國 趁著美國這樣子轟炸這個使館之後 來做這樣的動作呢 那在美國推進印太戰略的背景之下 現在中方也有意要敲打這個越來越親近美國的菲律賓 那美方則是要藉由這個南海議題 來拉攏菲律賓在內的一些東協國家 所以北京也強調了這個美國 你不斷的在慫恿對抗啊 應該要避免把這個問題上升為 這個中國跟東協整體的結構性衝突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美日韓現在也在 一起來研發一些新型的武器嗎 美日喔他們現在一起要研發新型武器 是要對抗這個中俄跟北朝 呃北 算中俄朝啦北韓 這樣一個高超音速武器喔 那尹錫悦也在17號 因為他18號的時候會有一個美中 對不對美日韓的一個對話 所以他現在已經出發要前往這個美日韓的首腦會談 那另外還有一些媒體在報導說 韓國的這個製鐵的普向製鐵公司 正在積極的把這個生產線也要轉移回韓國這邊去喔 恐怕是因為要配合美國現在一些相關制裁 也擔心未來受到影響 所以開始有一些相關的動作 但是日本韓國其實很擔心喔 就是美國這一次對於中國大陸的投資射線 其實也會影響到他們的一些經濟上面的發展 所以他們現在要很艱難的做出一些抉擇 跟判斷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西方國家 是不是人家形容 德國媒體在炒作 中國的留學生有這個間諜的風險 所以中國的駐德大使就講說 現在這是恐華症嗎 是不是應該要好好的治一治喔 因為德國當前的挑戰跟問題 他說不是中國造成的 你如果把中國視為競爭者 那其實並不符合兩國的利益喔 所以他們就講說 你看這個現在德國的數字化 就是數位化的一個進程喔 其實中國企業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那你現在卻這個做強之後啊 就要把中國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啊 這簡直是在過河拆敲 所以他們講說如果德方啊 5G的設備要排除華為的話 那這個中方是絕對不會袖手旁觀的 那另外我們看看 美國的一些組織黑客 他們就是駭客啦 要攻擊自家衛星是為著哪一裝啊 他們講說要爭奪至天權 所以他們自己反而來攻擊自己的喔 因為他們講說現在要舉行網路競賽 所以藉由他們攻擊自己的衛星喔 這樣就可以查出來說 欸到底是哪些可能有安全漏洞 被中國大陸所利用啊 所以他們為了要防範中國大陸 還不惜自己傷害自己的衛星 所以美國的一個國家安全的本質啊 就被人家形容說 其實就是六個字 就是什麼六個字呢 就是自私大道跟虛偽 反正就是講說啊 這個中國就是威脅了 美國的國家安全啊 任何事情都可以套用 欸這通通都可以說得通嗎 現在就是說 整個 美國的這一群朋友群 基本都受到美國很大的壓力 就是要跟中國大陸 事實上的話 過去叫脫鉤 經貿脫鉤 現在叫什麼 叫去風險化 不過不管是經貿脫鉤 還有去風險化 它很多產業 都要跟中國大陸的產業脫鉤 那去風險化就是說 我這個脫鉤是比較 範圍比較小的 可是呢 脫鉤還是要繼續脫的 所以這些國家現在 尤其在華為的問題上 像德國 他現在如果要脫華為的話 中國大陸就 等於說事先做警告了 就是說你要付出代價了 那所以現在中國大陸作為就是說 你美國作為我也要做回應 那你更不要說 你美國這些朋友 你找不出任何理由 你就違反國際貿易的規定 把你的市場怪病關閉 然後不讓中國的市場 這個產品進去 因為事實上 美國現在跟中國大陸 這個經貿跟科技的打法 基本上是叢林法則 完全無視既有的 國際貿易的規則 你知道國際貿易的規則 是你不能夠隨意 不跟人家貿易 你做了WTO的會員的話 你跟別人 你開放你的市場 跟別人 讓你的貨品進來 這是你的義務 你沒有理由 你是不能限制的 另外一方面 這些貨 因為WTO現在的 國際貿易法的規則 基本上是什麼 是自由貿易 所以你人為的這種設限的話 基本上美國已經把它 創造的國際貿易法的規則 已經丟到一邊了 所以真正從理智上來講 美國今天跟中國打的就是叢林戰 叢林法則 是弱者 逝者生存 然後沒有任何的規則 只是說 美國掌握話語權 沒有人在這方面跟他去挑戰 你知道WTO原來有個非常能幹的秘書長 就因為美國這些作為他就實質不幹了 提前退休了 他說這個是對國際貿易法規則的一大践踏 所以現在像中國大陸駐德國的大使 你看他的講法就變成就是說 德國今天對中國大陸的任何這種出手的話 基本上第一個違反國際貿易法規 第二個什麼 第二個 你把你自己的問題 讓中國大陸來承擔後果 你說我今天跟美國人 美國給我壓力 所以我就可以不顧國際貿易法 所以這些部分我覺得 現在中國大陸看起來 是用強硬的手段來回應 那現在加根者這兩個原料的這個 掌握 那麼事實上的話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手上的工具了 接下來中國大陸還有稀土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美國要用這種 叢林法則跟中國大陸打這場經貿戰爭 可能今後面臨的阻力會越來越大 不過從我們台灣角度來講的話 中國大陸是我們43%的外銷市場 中國大陸市場出問題的話 我們台灣也首當其衝